第四代女团 第四代女团还处于不是特别完美的阶段,虽然各家的粉丝不少,但是每个女团多少还存在一点点的瑕疵,由此看来邵师的实力,真的是不容小觑,虽然秘书到了已经过了多年,邵师近几年也没有任何回归的动作,但是在粉丝心里提到南韩最强的女团,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可能还是那个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惊喜的邵师, 邵师为什么能够一直在南韩处于居高临下的女团地位,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,第一就是邵师的强大后台,是南韩最大的娱乐公司GSM, 了解SM的琴们肯定都知道,公司对一人的各方面的管理是十分苛刻的,有着几为严厉的家教,第二,是出道的实际特别棒,正好处于南韩女团亲黄不接的时候,突然横空出道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,第三歌曲风格无敌百变, 不知道,你有没有留意过邵师的全部专辑,没有一张专辑会和前面的专辑风格类似的,只要大众想要看的风格,邵师总是可以演绎得很溜,最后一点就是他们人缘的组成, 有面容就好的门面单,声线吸引人的主唱,舞技了得的领舞,凹人的身材,样样都具备的团体粉,莫可能不红,也许能够成为女帝天团的少石, 在已经非常优秀的情况下,想再往前进一步会显得举步维艰,随着秀妍的退出后,SM也将队伍拆分成小分队的形式,安排演绎活动,但是仍然没有挽留住那些脱饭的粉丝, 17年随着合约的到期,又有三名成员相继和SM介约进行独立发展,这对于少石的老粉来说,真的是天大的打击, 当初犯上的组合,现在虽然名义上不解散,但是只剩五个人的团队,还算是真正的少石吗? 对于初到十周年,少石也没有任何的回归举动,少石的地位,在南韩是一角不振了吗? 当初会黄的少石,我们还能再一次看到他们合体为大家演出吗? 这一切都是文字术,也许只能成为过去的女团神话 Tierra今年也是出道十年的南韩大佬级别的女团,当时Tierra出道了对南韩女团界可是有着不少的冲击力 Tierra成员的配置在南韩的女团里,算是中上的水准级别,无论是在唱功、舞蹈、身材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劣势 在表演现场出严重车祸事故的情况也很少,因此能在南韩站立脚跟是有着不少的实力 Tierra能这么受欢迎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歌曲,能够避免大多数的女团存在的通,并就是口水歌或者就是唱来唱去都是差不多的感觉 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这种的情况,很多歌曲的旋律,还是能够牢牢的抓住歌迷的耳朵 有着一种特殊的魔力存在,在韩国站了脚步后,当然不会只仅限于自己本国发展 也会向其他女团进军其他的国家,首先进军的就是日本 虽然在韩国的人气没有消失那么高,但是在日本反而超过了他们 接下来的就是进军中国,跟其他女团无一样的事 他们竟然是朝着电竞的方向发展自己的事业,还得到了思聪的大力支持 电竞行业可是有不少才难道,他们此番发展,无疑一下子给他们找了不少的粉丝 加上他们的实力,在中国也是圈粉楼无数的粉丝 随随便便问一个男生,你认识Tierra吗? 不仅无人不晓,还能滔滔不绝地夸赞一番 因此这也是为啥黄欢团回归后能够第一时间上热搜 而上时却没有的原因之一 可能南韩的女团发展到一定的竞技后,就逃脱不了成员退团的魔咒吧 Tierra也不例外,出道这些年来前前后后也不同的成员 退出又有新的成员加入 但是他们和少时不同的是,面对合约到期后 他们是全体选择和公司解约,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解约的 这样就能保证这个团体不解散,依旧以团队进行活动 却对皇冠本来说是打了一阵强心计 我们犯上的皇冠,无论经历了,什么都不会将我们抛弃 冲着现在良好的发展势头 看着之前女帝天团没有任何回归举动 按照目前南韩娱乐圈来看 虽然Tierra的团圆年,领比不上现在任文的那些四代女团 但是他们的综合实力却比他们有着更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户外南韩最大赢家